A节全球现场要来关注最新的消息 大陆四川在刚刚发生了瑞士规模6的强震 镇阳的深度只有10公里 民众是疯狂的避难 把时间交给信姐 好了时间在稍早凌晨4点3 13分大陆四川卢州市卢县 发生瑞士规模6的强震 镇阳深度只有10公里 因此当地出现严重破坏了建筑物 还有许多建筑物倒塌破损 到处都是可以看到断源残壁 人群蜂勇狂奔避难 而在微博的热搜 现在头条就是四川卢县的强震 现在刚刚最新消息是 四川卢县的宣传部 他们发布消息说到刚刚7点的时候 已经接获通报 现在目前是有55人的伤亡 其中包含两人死亡 以及53人受伤的状况送医救治 那么目前现在在卢县的高铁站 已经是停运的状态 同时现场大部分 都是救援的状况 目前因为现场当地在发生地震的时候 也正在下雨 因此许多民众是不仅要避难 而且还是要避雨的 很多人是在睡梦当中 惊醒从家里逃出来 当地民众也指出 看到很多建筑物有墙壁被震裂 物品全部被震落一地 甚至当地人民医院的天花板 也几乎是全部掉落 路上还有一些民宅整个倒塌 还有人是被压在瓦砾堆当中 也有民众指出来 在被地震发生的时候 卢州当地是在下雨的 因此许多人是被迫淋雨 露宿街头要来躲避余震 而且还有报导指出 其实在这场地震之前 在7月23号以及8月还有9月15号 分别发生了三次的地震 因此这一次的强震 很多人感觉好像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 最强烈的一次而据了解 不止在卢州还有在成都 以及重庆等多个地方 都有明显的震感 现在四川当局已经派员 前往灾区各地坐镇 而四川地震局也派出现场工作队 有3000多人赶到镇区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来调度救援队 来继续前往灾区支援 那么根据卢州应急管理当局 指出地震发生之后 卢州市也已经启动了 一级应急响应了 来看到也是最新消息 是北韩在昨天15号 朝日本海发射两枚弹道飞弹 那么北韩官媒朝中社 在今天凌晨报道最新画面 韩联社也在头条曝光了 北韩昨天呢 是一个铁路飞弹团 举行的射击演习 对新型铁路飞弹系统进行测试 要提升应对各种威胁的能力 而根据报道 铁路飞弹团15号黎明 移动到中部山区后参与了演习 任务是打击距离所在 第800公里的目标地区 那么从朝中社 以及韩联社公布的照片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飞弹是从火车上 而不是从飞弹发射车发射的 而试射的飞弹呢 可能是在平壤 今年1月举行的阅兵仪式当中 曾经公开亮相过 3月的时候也曾经试射过的 北韩版伊斯坎坎尔地对地飞弹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一次呢 没有亲自来出席监督这次的试射 而负责监督试射的朝鲜人民军总参谋总 参谋长也是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委员蒲正田 他说铁路飞弹系统是一种有效的反击手法 能够对构成威胁的部队进行严酷的多重打击 韩联社也报道 北韩昨天试射是今年到现在的第二次试射弹道飞弹 也是北韩的第五次重大武器试射 同样也是最新的画面跟现场 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英国首相强森 还有澳洲总理莫里森 共同宣布成立一个结合军事与外交的 新三方安全倡议 并将支持澳洲核能潜艇巡航印太地区 白宫召开背景检报会 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 这个是结合美国海洋伙伴国家的 三方安全伙伴架构 彰显出拜登政府建立坚强的伙伴关系 要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 同时也是将美国在欧洲盟友 转向和印太盟友合作的第一步 而这个姓倡议的第一个措施 就是在18个月内 动员英国美国澳洲三国技术战略 与海军等团队 要来支持澳洲取得核子潜艇的能力 而这个会给予澳洲派遣潜艇 在印太地区进行长期任务的能力 但是官员也说 这个不表示澳洲将成为核武国家 因为澳洲也已经表示过 没有意愿发展核武 同时他也是核不扩散的倡议国 而澳洲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 也正在华府访问 和美国官员在商讨新的 三方安全倡议事宜 以及下个星期即将举行的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领袖峰会 到时候 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将在24号 在华府进行第一次的面对面领袖峰会 美国亿万富豪 他也是巴伦资产的创办人 他叫罗恩巴伦 他是特斯拉的大拖多头之一 他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预测 特斯拉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而他的公司巴伦资产当时 就是特斯拉最大的投资者 只有特斯拉1%的股份 现在新浪网报道 投资特斯拉已经为他 就是巴伦带来了 40亿美元 大约1,120亿台币的利润 但是巴伦认为 这只是刚开始 同时他还说 他认为在未来十年中的获利 可能会增加到三倍左右 巴伦还预测另外一家 由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领导的公司 SpaceX 也会取得类似的成功 他说SpaceX 一样具有特斯拉成功的特质 就是愿意在一个 执着于旧观念的行业当中 尝试新事物 同时也专注在降低成本 巴伦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SpaceX跟特斯拉都一样 在以一个光速创新 他们对于汽车是这么做的 在太空领域同样也是这么做 就是在创新